歼20居然失败了 中国第四代隐身舰载机外形曝光 航天工业在照片中只给出了8个字 今日在国人为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服役感到欣喜之际 中航工业在微博上传出一个更令人惊喜的消息 中国航空发布的照片 暗示中国第四代隐身舰载机战斗机已经选定了 此前传言已经在竞标中获胜的歼20居然一板失败了 12月19号航天工业发布的一条微博中 出现了中国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几乎所有主力战机机型 包括歼10AH SH 歼轰7A 歼11BH BSH 轰6L 空颈500H 运7G 教练10和教练9H 而被这八款海航主力机型围绕在中心的 很可能就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航母舰载战斗机 航天工业在照片中只给出8个字 过于先进 不易公开 在美国 英国和中国周边国家都开始列中 F35隐形舰载战斗机的今天 中国现有的新事物显然已经落后了 舰载战斗机又直接关系着航空母舰的战斗力 因此发展一款具有隐身性能的舰载战斗机 就是航天工业的当务之急 在此前就有传言称 G20和FC31参与了这个国家重点工程的竞标 有消息还认为G20已经胜出 从中航工业公布的这款战机外表来看 中国未来隐形舰载战斗机采用的是常规布局 使用了DSI进气道 由于G20最大的特征就是拥有压抑可以直接排除 而通过对比FC31战机和未来舰载战机的轮廓 双方几乎可以重合 自此我们也不需要再为谁 会成为中国下一代隐形舰载战斗机而争执了 FC31胜出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我们也不需要沮丧 FC31的获胜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说明沈飞在发展舰载机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 至于G20失败的原因 有分析认为有三点 最为主要还是G20本身是一型重型战斗机 而航母上需要的是一款不能太重的战斗机 从头发展一款G20的改进版的周期会很长 第二个原因是G20战机本身生产和改进的任务都很重 让程飞再分出科研力量 发展一款全新的舰载机较为困难 第三个原因就是 沈飞在研发舰载战斗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中国5到10年内拥有的航母战斗机群可多达4艘 未来还会发展数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 中国在20年内对隐形舰载机的需求 也将会达到300家以上 可以说沈飞用创新为自己 赢得了重大发展地史机遇